身体全身都会踏入心脏 但其实我们小腿肌肉的运动都很重要 它一样像泵一样不断促进血液循环 抬腿小步跳能够激发小腿肌肉的活动 对血液的流动非常之有帮助 小步跳的好处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得到 高仓教授就建议我们每天都做三组小步跳 组五万角一组,每组二十次 不过,如果你做不到小步跳的话 都不用担心的 像这样,反复跌高脚策 都足以刺激到小腿肌肉 你站在这里做也可以,坐在这里做也可以 总之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方式做 这样就可以了 这些是玉桂皮来的 赤澤医生会在玉桂皮里面提出玉桂皮的精华 他说玉桂皮精华有预防幽灵血管的功效 摄取玉桂皮精华能够令血管的内皮细胞之间 和令它和周细胞之间黏附得更紧密 有助防止血液成分流失 我们摄取玉桂皮精华之后 它会进入血管,再被内皮细胞吸收 然后,内皮细胞的黏性因子会受到激活 令到内皮细胞之间还有周细胞之间的黏附力增强 那么玉丝血管整体也会变得更强韧 可以抵抗幽灵法的威胁 而我们之所以发现玉桂皮精华有这么厉害的功效 都要将功劳归于化妆品制造商的研究 他们尝试过注入各种不同的物质 进入微丝血管的细胞里面 再研究细胞之间的黏性会出现什么变化 结果,他们发现注入了玉桂皮精华之后 微丝血管细胞之间的黏力比正常高出1.5倍 我们前后测试了大概200种种草药 才找到玉桂皮精华出来 玉桂皮精华的功效是这么多种之中最强的 其实我们某些日常食物之中 已经包含了玉桂皮精华 其中一种就是玉桂粉 每天吃一茶匙左右的玉桂粉 就已经发挥到血管保健的功效 你可以把它放在咖啡或红茶里面 又可以塗在多士上面 空危人士将预防秘笈传授给他们 他们不单只要在每天的早午晚都做抬腿小步跳 还要将有预防功效的食材 加入自己的餐单里面 例如这位女士 就将玉桂粉加在鲜奶咖啡上面 玉桂粉闻得很香 味道也很好 和咖啡很配合 而这位男士 就把玉桂粉搬到咖喱里面 作为他的晚餐 以前和之后的玉丝血管的总长度 看看有什么变化 当中这位女士的玉丝血管 竟然长了百分之八十一 他还发现 连小腿原先的浮种都消失了 这个意外收获 令他非常开心 而这位先生的玉丝血管 就长了百分之五十五 腸胃的状况也都改善了 令他非常满意 这次采用了这套预防措施的十个人之中 有八个人的血管情况都有所改善 我不客气了 这些预防措施 做起来又简单又轻松 大家不妨试试 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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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八个人的血管 你真的行吗 这 Inform까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